美军选手到底得的什么病? 2019年10月,美国派出300多名选手赴武汉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。 期间,先后有5名美军选手出现发烧、咳嗽和腹泻等传染病症状, 被紧急送到武汉著名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就诊。 当时的初步诊断结果是得了疟疾,然而这并不能打消公众的疑惑。 目前,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,疟疾基本已经绝技, 仅有非洲等卫生条件极差的地方才存在疟疾感染的情况。 那么,美国军人是如何感染疟疾的呢? 一问二,美国为什么在5名患病军人尚未康复的情况下, 就匆忙派军机将他们接回国? 就算想回国治疗,也可以搭乘民用航班, 为何要不惜花大价钱派军机来紧急接走? 一问三,为何不公开这5名患病军人的病历报告? 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, 这5名患病军人回到美国后却悄无声息,没有了下文。 还有一个疑问是, 美国此次300多人的参赛队伍中不乏实力强劲的选手, 为何最终在金牌上颗粒无收? 排名第35位,出乎众人意料。 美国此次一金不求的豁达表现, 难免让人有醉翁之意不再久的感觉。 以上种种疑问都需要美国方面公开相关信息, 给国际社会一个正面回答。